杀鱼与人类 我是李辉 保护杀鱼 防止海啸 我的作品就叫海啸 其实我名字叫海啸 但是我表现的 我是用一个碎裂的镜子表现 就一个被打破的镜子 而且里面有一个捕鱼用的鱼钩 是作为中心点 我最希望观众带走的是记忆 这样安排其实有备常理 但是所有人看到这个作品 在看到这个题目 我相信他们会去理解 我觉得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 其实就是做好自己的作品 我觉得好作品对于社会 对于观众其实都有意义 其实做好自己的事 我觉得是最简单的 也是最直接的 我觉得莫斯科 我们上学 大学的受的教育 受的学院的系统训练 其实都是受苏联影响 当然莫斯科对我来说意义不一样 这是一个大的巡回的活动 回到北京 肯定是就像回家一样 而且我们回到北京以后 肯定还会做不同的作品 就是更适合每一个场地不同 所以我觉得这个展览历史两年了 我因为这个展览可能会做出若干件作品 这个对我来说其实不只是展览那么简单 它可能是一个作品的延续 或者一条线索 也许这条线索能走得更远 对艺术家我觉得是好事 对我来说